以影音内容成为目光焦点的TikTok 今天宣布开放使用者以纯文字发文 成为另一个挑战推特社群媒体霸主地位的客举巨播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在TikTok上以纯文字发文的做法和Instagram十分类似 而Instagram这个月初也推出了可以发纯文字的Tress 向推特发出挑战 推特的老板马斯克则是宣布将推特改名为X 跟面指数母公司Meta旗下的Tress一样 TikTok也靠着庞大的用户而获益 根据专业网站Business of Apps估计 TikTok每月活跃使用人数约达14亿 但和Meta不同的是 TikTok选择将新推出的纯文字发文功能 加到其原本应用程式中 而非像Meta般推出Trress那样的个别产品 纯文字版的TikTok会比推特或Trress发文更具视觉效果 使用者可以在发文时添加彩色背景、音乐和贴图 TikTok地方 TikTok employ